再給宜翔 外線投不進 選擇潛入之後搞破壞 前面 周宜翔 在一個背後傳球 給到Western baby 在這一節的拚重率 真的是慘不忍睹 連部長都幫田浩教訓 沒有沒有 他沒犯規啦 再給宜翔 外線投不進 選擇潛入之後搞破壞 這球他已經跑在最前面了 但是宜翔比較沒有外線的信心 交給柏朗就對了 前面 周宜翔 在一個背後傳球 給到Western baby 工程師可能需要一個暫停 就是在這一節的拚重率 真的是慘不忍睹 對 周宜翔很明顯比田浩大一個帶子 沒有辦法在第三節 加強他們的進攻效率的話 這一節很容易被領航一波就帶走 走 對 連部長都幫田浩教訓 沒有沒有 他沒犯規啦 周宜翔拿到 發動反擊 好 球球塞給後面的關達又短 Washman 抓進攻籃板 差距現在來到20分級 我們連結合了 比賽 beat 對 比台灣 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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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太多想要是否能够成一場 match-up 这就是关于尊重的角色 我说过两个星期前,我们比较高球 它不是只关于尊重的尊重 它是关于尊重的尊重 如果能够能够更加强烈 很多阶段现在的尊重能够尊重 而今天,他们比较几次 我们还会有12尊重的尊重 但它是关于尊重的尊重 哇 所以邱哥的表情有点难看 逐渐抹汤喔 要拖时间啦 在前方的时间,你也带到高雄 哇,这个怎么会让李瑞奇做控球咧 所以又出现了失误 哇,他说勇士队逆转超前喔 哇,又是一个失误喔 所以邱哥的表情有点难看 哦,逐渐抹汤喔,这个表情 这一场比较准转超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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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哥宇 不看人传球 分进来M1 林梦学进球了 所以时间还有啊 就算分数被拉开 打的内容也要对得起现场来看的 这些球比啊 没错 并不能像泄了气的黄色小鸭一样啊 对 要拖时间啦 而且拖时间也在高雄港掀起了一波风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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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